好 这位男子在洛杉矶市中心又石头 砸上了过往的公交车还有私家车 这如此非来的横货到底该由谁来买单 我们的记者特别采访了保险理财专家林大伟 在行人记录的视频画面中 这名上身赤裸的男性毫无缘由地用石块砸向停靠下车的公交车 一名受伤的乘客目前被送往医院救治 过往的私家车也未能幸免 在路人齐力围堵下该男子被抓 目前警方对他提起两项指控 分别是使用致命武器袭击和企图截车 而对于这类非意外造成的车损该由谁来承担呢 本台记者特别联系了保险理财专家林大伟 如果只有liability的话 对不起 保险公司不会理赔 如果有全保的话 全保的部分分作两项 第一个是comprehensive 第二是collision 都是包括在全保里面 第一个就是等于切到 就是被人家刮 刮漆 或者是把你车子整个破坏 vandalism 那它这个项目呢 如果是行人拿石头砸或破坏 或者拿钥匙来刮你的车子的油漆 这属于vandalism 属于comprehensive 第一个部分 你只要有全保的话 保险公司会理赔的 但是你可能要付一个致付额 因为它是人 如果是collision就不同了 如果是一个人发成金币 拿车子来创造你的话 它保险公司会用collision来赔 而且对方汽车保险也有责任 那帮你付这个致付额 所以你一毛钱就不要花 除以上情形外 不法分子砸车窗盗窃车内物品的事件 也是屡见不鲜 面对这样的损失 车主应如何应对呢 拿到里面的东西 其实说他刚好带个大电视 他从去买个东西 或他的电脑放在里面 也被破坏的话 对不起 汽车保险 你有全保 他也不会赔这个物品 因为这个物品呢 不是属于汽车上的 除非是汽车里面的音响设备 这个全保部分都会赔的 但是不幸呢 如果是家里面的东西 电脑什么各方面的 你才搬的一些东西 那是属于房屋保险来理赔 我们常常碰到这种 可以是大家一定要分清楚 你在车子里面的东西 是属于家里面 私人用品的话 这个被偷掉的话 汽车保险不会赔 是属于这个房屋保险 为理赔 保险理财专家林大卫 再次也特别提醒各位观众 为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车主尽量不要在车内放置 包包衣物 或明显被察觉的物品 中天中望采访报道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